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是在例如说让人长生不老或者是让人取得非常强大的人工智能这样的类似方向 而这些技术掌握在一群非常少数的精英阶级里面反而有可能造成文明的衰亡 这个部分可以请您稍微给我们再多做一些阐述吗 其实在台湾我们常常看到跟您的预测相反的一些言论 最有名的就是哈拉瑞·Uvo Noah Harari 他写过《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这两本书 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普世主义者和科技革命主义者 他认为未来的人类会真正达到像共产主义设想的那样 人类由有闲阶级和一群无所事事的无用阶级构成一个社会 几乎所有的体能和智能的工作都由AI来完成 大部分人类在社会上变成一种无用的存在 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的话 您认为这会使人类目前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什么样的演变 刘仲敬实际情况是 人类在农业革命产生以前差不多就是在这种状态 真实的原始部落并不像是19世纪的人想象的那样悲惨 而是恰好相反 他们真是把80%的时间用于宗教活动和娱乐活动 只有20%的时间用来收集野果香蕉和各种食物 因为这些食物无论是狩猎来源的还是采集来源的 都是移动的不确定的 他们并不需要有农业劳动那样艰苦的计划和密集的投入 现代资本主义就有一个现象就是 只有再像是越南这样经过了农业革命的地方 搞工厂建设才能够有效运作 因为只有这些地方才能够产生出有纪律的劳动力 一般来说没有经历过农业革命的地方 本来还处在原始部落阶段的那些地方 那里的人根本培养不出适当的工作条件 因为他们的觅食方式和经济活动跟所谓的游乐没有明显差别 到处去摘香蕉 这是小孩子都会干的事情 他们很难把注意力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长时期集中在一个地方 他们很难不把机器当作一种玩具 然后发挥他们的好奇心 把零件拆了或者干诸如此类的事情 而因为他们平常的经济生活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也不会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 要让他们违反他们的习惯 对于他们来说等于是把他们关进监狱 几个小时守在同一台机器上面 所做的动作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事情你仔细想一想 就像把小孩子关进课堂一样 对于他们来说大概就是把他们关进监狱了 这种情况下的人类反应其实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人类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处在这种状态下的 尤其是男性 农业可能跟更多的坐在家里面的女性关系更密切一些 而男人跟狩猎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所以男性特别讨厌那种重复性的劳动 大部分时间用于各种消闲活动 比如说可能就是黑猩猩那种相互捉狮子的活动的升级 在身上画各种图案和纹身之类的 这种东西大概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 在岩洞上面画画 在自己的身上画出各种标志 按照澳洲土著居民对英国人的说法来说的话 他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讨好女人 因为画的不好看的话 女人就不爱她了 诸如此类 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就是用于宗教活动 在宗教活动上唱歌献衣 以及各种私人之间的艺术活动 个人的威望高低 除了比如说在狩猎时是不是英勇 在巫术活动中是不是法力无边以外 主要就取决于他自己的艺术造诣的天赋 艺术家这个东西在现代社会是非常边缘的 但是在原始部落当中 则是跟巫师差不多的角色 巫师所做的活动 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有艺术天赋 和知识分子天赋的缘故 现代社会被挤压到边缘 通过文学艺术这些活动 释放出来的这部分能量 很可能就是农业社会产生以前 人类的正常活动留下来的一点点残余 所以第一 技术充分发展 相对于人口和消费 进入一个暂时风雨的平台期 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 不一定会造成这种结果 第二 如果造成了这种结果 实际上它不是新鲜东西 而是人类的复古 它造成的自然是 第一 以注意力为核心的经济 第二 艺术 宗教和娱乐活动的极大复兴 这样造成的社会组织 是相当松散的 它取消了促使社会组织紧密化的许多动机 可能反而会导致人类难以维持大的社会群体 重新瓦解成为许多更加自由散漫的小的联盟 就像史前部落那样 但是有一个因素是不一样的 就是长生不老这个因素 长生不老对人类来说一定是一个诅咒 就像是犹太人古代的传说中那样 你完全可以想象出 长生不老会造成什么结果 它只能说是导致正常的情况下 可以长生不老 但它一定防止不了 像是车祸或山上掉一块石头这种事情 或者像是希腊哲学家那样 走着走着 老鹰抓着一只乌龟 从它头上经过 然后把乌龟给扔下来 砸在它脑袋上 于是就出现这种情况 你本来可以长生不老的 只要不遇上意外事故 但是万一遇上意外事故 那你就不是亏一点点 而是亏得很大了 现代人如果遇上意外事故 那不是亏得很大 因为所有人都是要死的 你患癌症插着管子在医院里面 死和遇上车祸死到底有什么区别 你不遇上车祸 早晚也要被插上管子死的 但是如果你不遇上车祸的话 你就可以一直活下去 而遇上车祸居然就死了 那你就是亏太大了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必然会产生出针对性命之神的狂热崇拜 可能会发展出某些像赌场一样的宗教 在这些赌场里面 人类会崇拜那些相当于老虎鸡一样的东西 那些老虎鸡就像是博尔赫斯所说的巴比伦彩票一样 体现了人生无常 各种意外事故 所有人都愿意给神明上香 为了避免意外事故和让我能够长生不老而付出最大的代价 同时为了避免意外事故 会发展出比现在的中医养生之道还要复杂和繁琐的各种法门 想想现在比如说西方的跑步宗教 研究如何跑步来养生的宗教 如何减肥的 如何防止吃古物食品 或者说是旧食器时代饮食这些东西 每一个教的教主都能够比任何真正的医生更能发财 现在就已经是这个样子 设想一下 一个可以长生不老的社会当中 大多数人都是抵抗 不出这种诱惑的 他们会拜倒在算命先生的福禄和 为了避免意外事故而实行的各种禁忌的魔咒之下 他们会变得像是高度迷信的西印度群岛黑人那样 极度胆怯 什么也不敢做 这些人生活在各种巫术和禁忌的诱惑之下 就是说头上三尺有神明 什么时候你吃饭的时候得罪了桌子上面的神明 你下一次黄油就会找不到 你出门的时候本来应该先卖左脚 而先卖了右脚 你这一次打猎一定毫无收获 你们夫妻两个在种芋头的时候 在心下第一除的问题上发生了错误 本年的芋头就会颗粒无收 同时你要对各个芋头念某个咒 诅咒别人家的芋头长不出来 保佑你自己家的芋头无比丰收 就简直是所谓的看了御霞记 不敢放个屁 大家都要遵循各式各样的禁忌 以免我碰上车祸或摔下悬崖 恐怕那时候根本没人敢旅游了 旅游冒的风险之大 比现在的战争冒的风险都大 现代人敢去战争 是因为现代人本来就是要死的 而等到人完全可以不死的时候 你去旅游所蒙兽的潜在风险 比现在去打仗蒙兽的潜在风险还要大 于是稍微有点冒险性的活动都被严格禁止 就是非常日常的活动 比如说在做爱的时候心脏病发这种事情 也一定会涉及出各种比现代养生之道 还要复杂一千二百倍的禁忌 可能那时候的人连接近女人都不接近 害怕马上风 万一接近一下女人 之前就要先请各种法师做上八百五十六次法 然后根据各种或真或假的医学常识 吃上各种护心丹 救心丸 中草药之类的东西 焚香祷告以后 赶紧碰一下女人 然后就赶紧离开 生活中的绝大部分乐趣 都被这种禁忌消耗殆尽 然而与此同时 出于人类的本性 在这些禁忌当中 又会发展出各式各样的艺术和乐趣 从各种中草药和各种福禄当中 发挥出艺术来 像是犹太人那种驱鬼驱魔的门前浮露当中 会产生出特殊的书法艺术那样 这样产生出来的文明 也有它的小地方的乐趣和特殊的发展渠道 但是总的看来是非常别扭的 而且 他们面对外在的大自然 面对着一个不能长生不老的族群来说 是毫无竞争力的 设想另外一个不能长生不老的族群 他们本来二十岁或者五十岁的时候 随时都有可能死 二十岁的时候打仗打死 跟五十岁或八十岁的时候 病死差别不是很大 因此他的人民会非常勇敢 他的女人会把勇士当作英雄 而这样一个社会 面临着我刚才描绘的那个社会 尽管你的人都可以长生不老 而你有无数的物质财富 你一定会像是民国的士大夫 在满洲人面前那样 全族沦为俘虏和奴隶的 最后过不了多长时间的自然演化 就会使这样的长生不老的族群被消灭 而胜利的族群 则会把长生不老这件事情 当作一个古老的传说和邪恶的法术 他们自己的征服和胜利 恰好是因为没有受到这种邪恶法术诱惑的结果 像是那种物质极度丰富以后 使人类得到解放的说法和做法 在历史上是有好几次的 因为每一次人类的技术进步 都会造成一个短暂的平台期 就是在人口爆炸跟上以前 出现物质的极大风雨 例如人类首先在发现农业以后 进入两河流域的时候 物质资源等于是突然增加了 而人口繁殖的速度是比较均衡的 不能一下跳跃性增长 所以最初就产生了所谓的伊甸园传说 伊甸园和圣经里面说的四条河 都是地理上存在的 诱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 现在还在伊拉克 另外两条河 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北部 已经变成沙漠了 但是在远古时代 大概也真是存在的 跟诱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一样 是流入波斯湾的 两岸都可以开辟出大量的耕地来 伊甸园的意思 本来是指正人君子的故乡 它的位置就在诱发拉底河中有 原来的波斯湾 比现在的波斯湾要长一点 因为河水不断把泥沙带下来 把三角洲往南往东延伸 所以现在的诱发拉底河下游 在远古时代是海 现在的诱发拉底河中游 在当时是下游 这块地方就是历史上的伊甸园 它之所以是人间乐园 当然就是因为 原来人类住在山坡上和丘陵地带 没有农业 或者是农业值起辅助作用 只是用来酿一点啤酒 在祭祀时用一用之类的 并不是真正的产业 现在农业大丰收以后 可以供给的人口增加了几千倍 甚至几万倍 而实际人口只增加了几十倍或几百倍 于是大家都非常富裕 从现在的考古记录 你就可以发现 亚伯拉罕时期的沃尔人 享受着现代美国人一样的生活方式 前后花园比现代美国的前后花园还要大 欧洲人更不要说是可怜巴巴的香港人了 根本享受不到这样巨大的空间 所以绝不能以为人类社会是从穷困落后 向舒适不断发展的 实际上这是经过多少次兴衰起伏的 现代美国人的这种生活方式 如果只看住宅面积 下水管道 前后花园这些条件的话 在古代中东是早已出现过的 然后又倒退了 赵圣经里面所谓的但以礼新巴比伦王国的时代 那些市民就住在可怜巴巴的高层建筑里面 像是在现在的公寓里面 根本没有前后花园了 后期罗马帝国的罗马城 也充满了这样的高层建筑 每个人都住一个香港人士的格子间 根本接触不到大自然 所以后来反而不如以前了 原因当然就是 人口爆炸已经跟上来了 两河流域的耕地还是那么多 而且由于严简化 可能还退化了很多 而人口爆炸起来 以后就很难减少下来 于是政体趋向更加专制 社会管制趋向严格 而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只有上层人物才能保持 原来人人都能享受的生活方式 就好比说 英国工人阶级认为 猎狐这件事情是英国贵族的阶级标志 但是实际上 打猎是所有日耳曼部族 包括普通武士的习惯性行动 他们刚刚来到英国的时候 大概是所有人都打猎的 国王作为勇士的领袖 也就是比别人打得更多一些 但是搞到最后 普通的老百姓 就已经没有条件去打猎了 只有国王和贵族 还有大片的私家森林 可以攻打猎 于是下层人民就认为 这是贵族的标志 其实他们的祖先 原先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条件 这是历史经常发生的 我们所谓的退化的一个现象 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第一批世界大城市乌尔 像他说的那种理论 其实在亚伯拉罕的父辈和祖辈那一带就非常流行 这些东西跟罗马教廷提出的宗教理论非常相似 因为宗教领袖同时也是当时的主要科学家 经济中心公正人之类的就是一种相互尊重的多元文化 也就是斯宾格勒所谓的那种世界大都市的高度智性的居民 从表面上看来 他说的那些东西都是具体的技术性的 但是实际上你完全可以看出 他背后体现出来的那种理论是有边界条件的 这种边界条件就是 秩序的极端风域可以容纳一批 基本上是秩序消费者 但是把全部时间用于智力活动的游士型知识分子 而且还足以供应这些游士型知识分子过相当好的生活 这种现象不是世界历史的正常现象 它在世界历史上存在的时间总是非常短 沃尔城 巴比伦和罗马城都曾经出现过 这样一批高度理性的知识分子 然后他们都迅速地消失了 原因当然是他们在演化不义当中是需要别人保护的人 所以他们必须在秩序高度风营 人人都有面包到处扔的时候才能够出现 他们对科技的想法是把人类看成非常理性的东西 但是实际上我们所理解的理性是边界条件非常强的 简单地说 如果在你的谈话当中很少看到宗教迷信这些活动的影子 那么你必定处在非常安全的环境当中 处在非常危险和不确定的环境当中 要么就是极度虔诚的宗教信徒 像17世纪的荷兰新教徒那样 随时准备着一个基督徒应该怎样去死 英国内战时期的那些两党人士也都是这个样子的 要么就是像我刚才描绘的原始部落迷一样 举头三尺有神明 做错了一个手势都要担心害怕各种小鬼作祟 随时提心吊胆的 理性的科学态度只能产生于高度确定性和高度安全的环境当中 只有世界大都市的少数人才能够享受这种安全的环境 他们一旦脱离了原有的环境 那么立刻就会发生像哲学的未见的作者描绘的那种 古罗马哲学家在罗马帝国解体以后 进入兵荒马乱的蛮族世界里面表现出来的所有真相 那时他过去习得的各种世界大都市的理性主义的习惯还保留着 使他不能够像是普通的迷信者那样去拜各种小神 但是他自己颠沛流离的命运 必然会促使他寻找像基督教这样的高级宗教的安慰 使他可以视死如归 在活着的时候心灵有所寄托 理性是极端脆弱的东西 而且可能理性是不止一种的 它对历史积分和边界条件的要求是极高的 我们认为是理性的东西 其实只是过去无数时代的经验和你个人在生活中的各种博弈经验 画出来的一个小小的空白圈子 是一个像风尘秀极的黄金茶室的那种东西 是武将们和高僧们在刀头填写 危险的政治生涯结束以后暂时休养一下身心的地方 像贾宝玉的大官员一样 大官员以外就是污秽的世界 黄金茶室之外就是血腥的战争 黄金茶室使它们得以修身阳性 这个黄金茶室的大小取决于边界条件能够允许你的大小 到一定程度上 这个黄金茶室就会根本无法维持 在最好的情况下 可以有极少数人终身走不出黄金茶室 这就是边界条件非常高了 边界条件和历史积分稍微改变一点 产生出来的理性就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理解的理性是一种十七世纪的理性 是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产生出来的理性 它跟巴格达哈里巴政权 在麦蒙那个时代和安拉公政派哲学家活动的时代所提倡的 认为理所当然的那种理性是不一样的 尽管这两种理性相似的程度已经是人类历史上最接近的 因为它们在哲学上都是希腊哲学的直接后裔 所以等于说是非常近的表兄弟关系了 但是它们从同一种亚历史多德的逻辑推断出来的理性 还是跟我们从修摩和洛克时代接受下来的这种理性 是截然不同的 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理性 有的理性可能就是商周王或者玛雅巫师所设计的那种理性 它们像是科学家做实验那样 排布它们的立法 排布它们的巫术法力 排布它们坟墓的方位之类的 这都是有一定法力的 这在它们的世界当中都是高度理性的东西 对于它们来说这就是科学技术 而且一定是灵验了很多年的科学技术 才能够这样心安理得的一路使用下去 我们所认为是理性的东西 背后都是有边界条件的 就好像外科手术技术 最简单的说 如果你不能做到无菌消毒的话 那比不做还要糟 没有这些边界条件 所有技术都会变成破了产的巫术 而这些边界条件都是历史长期积累的结果 稍稍改变一个值你就做不到 例如说是西方十九世纪末期产生出来的那种消毒技术 当时还没有抗生素 但是医院已经能够做到无菌环境了 除了欧洲你就很难执行 比如说到了印度或者清国的话 医院搞不起来的原因就是因为 只要传教士走了 本地土族的助手 尽管同样也有传教士 医生手里面所有的化学药品之类的 但是他就是不可能按照清教徒那种认真负责的方式 把各个地方都清理干净 比如说在我上学的时候 做细菌培养实验都是要用抗生素杀菌的 但这个其实是不必要的 早在抗生素产生以前 人类就已经发明出了通过严格的操作指南 避免穷之培养基被杂菌污染的各种技术 现在是因为抗生素产生出来 变得没有必要 大家都忘掉了 就像是抗生素产生以前产生出来的那些抗菌血清 弑菌体之类的都被打入冷宫是一样的 这只是一个成本问题 并不是说那些东西是不好用或者不能用的 这些东西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就是像法利赛人吃饭一样 耶稣和法利赛人争论说 你怎么吃饭不洗手 那些东西是宗教仪式 但是它毫无疑问 同时也是卫生礼仪 在古代社会的环境中 使用那些仪式确实能使你洁净 这个洁净不是纯粹是心灵性质的 而确实是能使你的食物保持干净 犹太人和穆斯林的 比如说吃肉要放血 和各种各样的洁食之类的规矩 肯定在当时是极大的减少了传染病的流行 使信仰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群体 在卫生和健康条件上 比那些异教徒要获得重大的优势 于是又反过来支持了这些宗教信徒认为 异教徒和拜偶像者都是坏人 因此受到了上帝和真主的惩罚的理论 这些复杂的东西对于一个新部城 只是来打杂的土族来说 它是执行不了的 你只有真心相信他的这一套 才会一五一十的 像是犹太教祭司对待约贵一样 老老实实去执行每一个步骤 一个随随便便来打杂的印度人 或者倾国工人的话 他也就是拿工资的人 传教士盯着他 他好好干活 传教士一走 他就像放了假一样 然后他搞出来的医院立刻就不能用了 我们现代的科学技术 大部分都是19世纪的传教士医院 这种类似的东西 我们以为他能用 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背后的西方文化的支持力量 仍然足够强大 能够设置出严格的边界条件和路径积分的缘故 理性和科学技术产生出来的一切都是这样的 只要边界条件稍微动一点就不行了 摇动的程度不需要很大 就只要共产党进了城 无产阶级当了医院的院长 使所有的技术专家 因为随时害怕被打成黑五类 而不敢说话 他稍微给你胡搞一下 你那个医院立刻就不能用了 只需要这么样一点小小的波动 所以他设计的那个系统是天然不稳定的 这样一个系统在历史上存在过几次 都是迅速的灭亡了 在他能够维持的时间 他也不是只依靠自己就能维持的 他是依靠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各种边界条件 和历史积累才能够维持的 当然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犹太人一方面是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核心 另一方面也是西方腹点 包括我刚才描绘的那种最古老的多元文化 和理性主义的最古老的传递者 可以想象 犹太人作为两核文明唯一一个幸存的继承者 他除了把两核文明的所有经典 记载在旧约里以外 也把最早的白左知识分子的原型 带到了两栖文明当中 所以近代启蒙运动以来 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这种类型的人 跟抛弃犹太教传统 投入启蒙运动的犹太出身的 世俗知识分子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关系大到这个地步 相对于他们在社会群体当中的人口 他们在这个启蒙知识分子的群体当中 所占的百分比是惊人的高 最后的体现就是在布尔什维克当中 犹太人和非俄罗斯的少数民族的比例超过九成 以至于俄罗斯的保皇党人认为 布尔什维克纯粹就是犹太阴谋的产物 当然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讲 布尔什维克是启蒙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的最后一步 是解构的极致 这一点是没有错的 近代西方城市犹太居民的解构性来源于哪里呢 他们是中世纪西方国王 例如波兰国王这些人保护的外邦人的后代 他们并不是本地共同体的后代 而且他们被系统的排斥在 以军事义务为核心的贵族职务之外 结果就产生了一种生活中共同体当中 却无法进共同体义务 也不被欢迎进共同体义务的特殊群体 这样一个群体由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产生出来的理论 必然是具有高度解构性的 斯维格有一句话叫做 犹太人像女人一样 他在辅助位置上才能够增光天才 进入主人的位置上 就会像是所谓的女人当家就要家破人亡那个意思 这个实际上就是 类似巴比伦 罗马和乌尔那种世界性大城市 在19世纪的欧洲复活以后 像是从古代世界流下来的线粒体一样的城市 犹太人社区 也把早在亚伯拉罕副祖辈 就已经产生出来的这种启蒙文化的基因 带进了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本身就是西伯来文化的直接后裔 就是说在律法的建构这方面 是它的直接后裔 但是解构这一方面 也同样是犹太人 从最古老的文明当中继承下来的 这两方面都跟犹太人有特殊关系 所以也无怪乎犹太人自己认为 自己是选民的后代了 主持人如果单从政治上面来讲 假设我们能够制造出一群没有意识 但是有智慧 可以执行任务的奴隶 然后只有少数人控制这批奴隶 让一大部分人变得在政治上完全没有作用 那我们现在的民主制度还能维持下来吗 刘仲敬 那当然不能维持 在这个范围之下 那就会产生罗马的面包与竞技那种状态 少数人负责掌握埃及粮食分配的那个国家计划官僚经济 一般来说他们的身份是圆融的私人秘书 甚至是圆融的家奴 这批人原则上讲身份 不过是元首本人的家庭人员 跟元老院的任何议员都不能相比 但是面对着被架空的元老院和公民大会 却行使了实际上可以把他们全部饿死的权利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那就跟元始部落不一样了 面包与竞技的享有者像元始部落民一样 可以用80%的生活来娱乐 但是元始部落民只会因为自然灾害而死亡 而他们的生死存亡却掌握在元首的家奴手中 他们很容易变成元首家奴的政治工具 例如元首要杀某个元老的时候 就要这些家奴去煽动那些享受面包与竞技的暴民 去执行这个任务 使元老院残余的权利也无法行使 那么拥有这个权利的政治机器的 所有人会很快的像是罗马的元首政治 变成建筑政治那样摧毁整个文明 使野蛮重新获得胜利 罗马之所以把这个路程走得很长 是因为罗马原来的共和城邦的限制 仍然相当强大 它是一点一点被剥夺了权力的 路程走了很长 直到最后阶段 监察官 执政官 保民官这些人 至少还有一点象征性的权利 而且 古罗马以外的各城邦之间 相互制衡的国际性的制衡权力 也是一点点衰落的 所以 它用了几百年时间 如果没有这些制衡机制的话 这个过程就会快得多 会以波尔布特一样迅速的速度 摧毁它所在的整个文明 主持人哈拉瑞提到说 能够具有普世意义说服力的概念 大致上只有三种 一种是普世宗教 包括像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 第二种是金钱 第三种是帝国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知道 民族国家虽然被假设成不朽 也是某种程度的信仰 但它并不是一种普世的东西 那除了这三种东西之外 你有没有感觉到 有其他可以称为 有普世主义说服力的信仰 刘仲敬 其实后两者都不是真正普世性的 帝国像是民族国家那样 是大部分建立在虚拟的信仰之上的 它的实体像是蒸汽机喷出的蒸汽 和蒸汽机车之间的关系一样 蒸汽喷出来的范围 至少比车头要大出四五倍来 而且如果没有这个巨大的虚影的话 帝国的威望也是无法维持的 也就是说 没有任何现实的帝国 真正是普世的 但是它是以假设性的普世而存在的 就像是民族国家 被假设为同治性那样的假设 金钱也是这个样子的 金钱和帝国以及世界性大都市 是有密切关系的 它是一种无需无力的秩序延伸 而金钱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有效力的 金钱随着社会系统的瓦解 而突然丧失效力 这在历史上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所以它的价值其实也是虚拟的 它的载体有很多种 有很多社会制度 像罗马的奴隶制度这些 其实都是充当金融功能的货币载体 跟英格兰银行的英镑是同样的东西 如果金融体系崩溃了 那么大量的奴隶就不再需要了 然后就会突然获得解放而丧失价值 像现在中国的房地产 其实也是类似的金融性质的票据 跟它真实的价值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它表面上的朴实性 也是建立在虚拟和信仰的基础上的 实际上它真正能够使用的范围 像机车头一样 但这个机车头就需要有一团 比机车头大的多的蒸汽的包裹 才能够顺利运行 当然宗教之所以是三者当中 唯一真正朴实的东西 是因为它不是一部分是虚拟的 它全部都是虚拟的 所以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它才能够真正实现普世性 普世性是一个极端 习惯法代表了多神交所代表的 那种地方性的枝枝节节的生长 是另外一个极端 但是这两个极端是相通的 只有中间部分才是不通的 主持人 您之前在日本限制简史讲座里提到说 日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 在励志国家的统治之下 经由每一个分层权力的迭代 还是可以重新生产出封建的结构来 像台湾现在这样已经被殖民过 然后又经过白索的教育之后 产生了政权几乎无限解放的现象 那么我们台湾 如果想要再回到封建化的那种 以地区性知识和地区性生产为中心 来组织的政治结构 需要什么样的边界条件 需要什么样的方法和机会 让它做到 刘仲敬 封建主义的产生 就是不对等契约和多重契约的产生 是根植于人类的本性的 它不需要特别的培养 就像是人类可以制造割草机 但是野草随时随地都会生长那个样子 基本上 封建主义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 就是你有一个房子 你给捡草的人打了一个电话 让他来负责捡草 给他付钱 然后又给送牛奶的人打了一个电话 又给他付钱 这两者之间是互不相干的 送牛奶的人和捡草的人之间 彼此不必认识 他们跟你签署的契约都是私人性质的 封建契约就是这样的各种契约构成的 一块领地 比如说像西金 折梦雄这块领地 它是有很多不同的契约关系的 跟达赖喇嘛 跟印度的藩王 跟英印帝国 跟大清帝国 它们有不同的宗藩关系 你说西金是谁的领土 是大清帝国的领土 还是印度的领土 这是一个在民族国家产生以前没有意义的概念 就是说 在绝对主权的概念产生以前 封建主义是没有绝对主权的概念的 所有人都有权利 但是没有一个人的权利是绝对的 只有纯粹虚的上帝的主权才是绝对的 凡人的主权都是相对的和局部的 所以没有哪一块领地 比如说像是洛林或者安道尔这块领地 你能够指出他仅仅属于法兰西国王 而不属于其他人 显然不是 他同时也属于西班牙国王 也属于法兰西国王 也属于神圣罗马帝国 也属于罗马教廷 这没有任何矛盾之处 就像你跟送牛奶的人和捡草的人打交道 如果有人说这是相矛盾的 你怎么可以同时又去买牛奶 又要叫人来捡草 你会觉得这简直是神经病 我凭什么不能跟几十个人同时发生关系 如果再有一个像是明星时代的儒家学士的人 跳出来说是 你是一个不忠不义的乱臣贼子 猎女不嫁二夫 忠臣不是二主 你老老实实给我交代 你是忠于牛奶公司的老板 还是忠于割草公司的老板 你怎么能够同时跟他们打交道 你又会觉得他有神经病 你会回答说 这两个公司都是我的契约对象 但是哪一个公司都不是我的老板好不好 封建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现象 唯一能够做老板 而不损害尊严的 就是神圣罗马皇帝和罗马教皇这两个 他们代表了基督的继承者 所以你服从他们只是服从上帝 不代表你会损失什么尊严 而且你的服从是象征性的 他们不能对你提出具体要求 能够对你提出具体要求的 比如说像法兰西国王这一类型的人 你跟他的契约是有限的 在一定情况下 你和他对契约的理解不同的时候 你可以向他挑战决斗 可以向他宣战 也可以跟他打官司 这跟你和牛奶公司的关系是一样的 是非常具体而有限的关系 这些关系是不断在生长当中的 唯一的区别在于 这些关系能不能够得到正式法律的保护 如果是在普通法系的国家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你产生出来的那些关系 自然会得到法律保护 因为它自动会变成习惯法体系的一部分 这样做就自然会造成财富的增长 因为财富不是别的 是秩序的一个侧面 只要你产生出了新的秩序 财富自在其中 因此就表现出 可以统计出来的社会财富的极大暴涨 但是并不是说成文法系的人 就没有这么做 他们做了 但是他们创造出来的东西得不到成文法的保护 处在黑市状态 他们的产权是不明确的 照成文法来讲是非法建筑 他们在这些非法产权的房子上 进行各种交易 在法律上 讲是没有纳税 得不到官方保护的黑市交易 这些黑市交易创造出来的财富 在希腊 意大利和拉丁美洲 创造出来的这个影子经济的财富 比官方正式统计的财富要大得多 所以 如果你到希腊和德国去看 你就会发现 统计上希腊是一个穷国 德国是一个富国 但是普通人的生活宽裕程度 其实相差不如你想象之甚 但是 有一点非常不同 德国人 各个都是老老实实 照张纳税 国家显得非常富裕 而希腊人 没有一个不偷税漏税的 如果把他们偷税漏税的那些活动 算进去的话 他其实不穷 但是从统计数据上来看 国家也穷 人民也穷 而且所有人都是非常费拉 非常滑头 随时都像是小偷和走私贩子一样 狡猾兮兮的那个样子 这就是明面的法律制度 保障不了习惯法 和自然的秩序生成的自然结果 所以 这只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 并不是民间创造财富的能力不同的问题 所以 问题就是在于 野草是始终存在的 但是 你的正式的法律和制度 能不能够配得上自发秩序的生长 如果能够配得上 你都不用完全配得上 实际上没有能够完全配得上的法律制度 只要配得上的程度比较多 你就能够像普通法系 国家一样富裕 这是自然而然的 越是配不上 你就越穷 如果跟自发秩序截然相对 像人民公社那样 那就不得不人人都穷 因为你要私下里卖个鸡蛋和牛奶 都是资本主义尾巴 非要把你斗倒斗臭不可 那就自然是不能不穷了 贫穷是表象 秩序是实质 有自由的地方必然富裕 反过来也是一样 所以 这里面的问题就是 明面上的法律制度当中 有哪些是跟自发秩序的生长不符的东西 需要把它们拆掉 这里面最明显的东西 显然就是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所在的体系 将财富集中在极少数大城市当中 造成畸形发展的首都效应 只要把这个东西都拆掉 首先国家开支的一半左右 就被砍掉了 其次 事先无法预见的分散发展的各中心 会自然而然的涌现出来 只要拆掉这些 那就足够了 积极的建构是不必要的 只要按照中世纪 或者伊斯兰教创立以前的中东 都已经实验过的那些方式就可以了 其实 现代政府管理的方式 都是从私人团体管理的方式中间 摘录了一小部分 它基本上没有创造什么 因为它们中间有很大一部分 甚至绝大部分 是从近代欧洲产生出来的 所以 它们的来龙去脉 都是可以考证的 福利的管理体系 无非是16 17世纪以前 英国那些彩票公司管理体系的精致化 福利国家政府管理体制 都是从中部地区铁路公司 Midland Railway 等那些英国私人企业管理体系当中 摘录了一部分 现代英美的行政改革 毫无例外都是从私人企业 在管理学方面的创新当中 摘录了一部分 没有任何是政府主动发明出来的 如果政府的管理将来还有可能改进的话 那必然也是各种非政府的管理体系 不断的开发出推陈出新的管理方法 其中有一部分被政府使用的结果 当然像是养老金经营 邮政 交通那些东西 其实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 都是私营的 大多数英美的铁路公司 都是私人企业办起来的 像满铁那种国策会社 就是具有政府特权的垄断企业 对满洲的权力体制进行集中规划 这个是历史上非常晚近的现象 大部分老牌国家 像英法美的铁路 都是各个私营公司自己搞起来的 就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他们的铁路显得没有满洲铁路 也没有中国和苏联的铁路来的先进 就是说 在同一个巴黎 在一个车站下了车以后 你要走上几百米或几千米 到另一个车站去上车 你肯定会觉得 这些是白痴设计的吗 你难道不能把两个车站放在一起 我下了车就可以上下一趟车 但是这些铁路 是不同公司在历史上纠缠形成的 所以你就只能这样 你体会到的这种感受 就像是法国科学家 看到英国的杜梁恒制度的那种感受 TMD 这么样乱七八糟的杜梁恒制度 哪有我们法国这种统一的制度先进 但是 这是自发秩序必不可少的一个副产品 它是巨大的财富创造机制 所留下来的必不可少的翻译负担 就像是 你的文化有多样性的时候 你同时就会有多种语言 那么你就必须有很多翻译官在那边翻译 这个就是翻译成本 翻译成本跟它创造的利益 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能够创造大量财富的体系 是能够承担这样的极少的翻译负担的 如果为了减少这些翻译负担 而把整个机制给去掉了 那你就是得不偿失了 像这些东西 很容易就可以恢复到它的正常状态 邮政 养老 各种社会福利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私人经营的 比如说穆罕默德在他传教以前 他有一个叔父 就是在阿拉伯专门经营养老福利业务的 不知道沙利亚法当中 关于穆斯林纳祭贫税 来给别人办福利的这种机制 是穆罕默德从伊斯兰教出现以前 就有的历史经验学来的 还是他自己创造的或者是迁徙产生的 这个就不好说了 但是历史事实是很清楚的 他的家族的长辈就有人是干这些经营私人业务的东西 所以这必然是自发秩序的一部分 而且我们完全可以说 阿拉伯人当中干这一行的 跟意大利城邦中干这一行的 和英国开这些公司的人 彼此之间多半是没有相互学习的 多半这种东西的起源 比人类设想的要更早 而且很妙的就是 这些东西其实是为赚钱而经营的私人公司 但是他们像私人企业一样 真正破产的并不多 国家主办的独一无二的福利体系 从理论上讲是不能破产 也不会破产的 但是实际上无一例外的全都破产了 就跟国有企业 没有一个不亏本的道理 是完全相同 一模一样的 如果你要追求绝对的安全 那么你得到的就是绝对的不安全 如果你要追求相对的安全和多元竞争 那么你就会得到 比理论上的绝对安全要好的多的安全 这个安全还是会坑死一部分人 但是这好像是人类生活中 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了 也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将来的趋势就是 不利国家的体系是不可维系的 无论超人不实 还是奥巴马做了多少竞选广告 即使是财富最丰盈的美国 也必然会走向破产 欧洲已经破产 其他所有的国家都已经破产 所以将来这些东西必然都要私营化 恢复到历史大部分时间的正常状态 私营化不一定是好 一定会有一部分人被它坑死 但是按照鸡蛋不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的逻辑 它还是会产生出 对大多数人有利的整体上的效果 这些地方其实就是地方发挥积极性的场所 比如浙江沿海地的那些私人的集资公司 本来是非常发达的 由于公家的国立银行插入农村基层 反而萎缩了 这种现象在其他地方可能也有 只要相应的国有垄断和政治性优惠消失的话 自然各地原有的不同的地方 传统会不断生长出来 例如台湾的特点就是有很多神庙之类的 像儒家学者称之为怪力乱神和银瓷之类的东西 这些东西能够维持很多年 必然是有重大的社会功能的 十之八九 他们会为他们的信众提供缓急相助的 各种各有特色的金融支持 当然还可能有其他诸如此类的形式 只要放开手让他们各自发展 他们自然而然能够产生出相当多的自发秩序 和相应的财富相应的融资结构 比知识分子费尽心思搞的那些穷人的小额贷款 要好得多 诸如此类的自发秩序实际上是完全能够替代 而且完全能够产生出 比现代国家福利部分的服务要好得多的结果的 把这些部分撤掉 那么很多本来已经衰弱的地方 就会因为这些活动而迅速繁荣起来 那些原有的神庙 你只要抹去知识分子和行政官员的偏见 容忍他们那些 看上去像是怪力乱神之类的 或者是下层阶级 各种平头百姓的low逼的东西 他们就能够产生出三个臭皮匠 胜过诸葛亮的效果 我们不能够太把知识分子和受过高等教育的行政官的理性看得太重 再怎么说你也是一个诸葛亮而已 你胜过三个臭皮匠是可能的 你胜过三千个臭皮匠是不可能的 你得相信自发秩序比你愚蠢二十倍 但是人数比你多五千倍的普通老百姓 在错误和尝试的过程当中 会发现出比你能够想象的多的东西 只有你有这个信心 你的社会才能够繁荣昌盛 如果你认为你的大脑已经足够大 能够像优秀的士大夫阶级 或者像国家纪委那样 替全体老百姓思考 把他们家长式的管起来 那么你的社会就只能走向衰败和灭亡的道路了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精英的傲慢问题 主持人您刚才说到精英的傲慢 让我想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您之前也提过 自发秩序需要法律的保障 而台湾的法律界 正好就是您说的精英的傲慢最强大的地方 台湾的司法正好是党国体制最后的堡垒 我认为连军队都不如司法 来得更有党国的味道 您觉得有没有可能 藉由台湾跟世界其他地方产生新的连结 有新的仲裁机制和新的法律资源注入 能够让台湾进行一种司法多元化的改革 刘仲敬 一种草根状态的司法多元化 实际上是到处都存在的 不要说别的 擅长打架的中学生帮派当中 都会有归望比较大的大哥 别人会自动地扶他 而不扶老师 只是这样的东西 得不到正式承认就没办法长大 没办法长大 他自己的风格 也就会比较倾向于不正 倾向于敌视社会 像大多数江湖好汉一样 认为体面低势逮捕 或者有钱的人都是坏人 结果双方都会因此而受到损失 这样的仲裁体制 就是说得高望重的人 或比别人更勇敢公正的人 在所有的有人群交际的地方都会自然产生出来 然后就要看社会整体对这样的东西是保护还是打压了 凡是励志国家 对这些人都是倾向于打压的 也就是说除了科举出身 或者皇上和官府认可的那一小部分以外 你们都是可疑的潜在的造反者 怎么说都要平时就歧视你 一有可能就要把你们整死 这样产生出来的社会 就是怯懦的缺乏公信力的 是武侠小说描绘的那种世界的反面 武侠小说正好就是反映了一个普遍缺乏正义感 人人都是怯懦菲拉的社会是怎样做白日梦的 这里面的问题并不是处在社会这一方面 而是处在破坏日常仲裁体制 自发产生的那个行政化的官僚机构方面 幼弱的大哥这样的江湖人物 或者说是类似的人 发展到一定阶段 要么就被社会逼成像崩崖居那样的黑社会好汉 要么你就会半途放弃 跟其他人一样聪明的 狡猾地废拉起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 就会产生一个 治外法权现象 这些幼弱的 小小的 还没有长大的秩序生产者的实体 他们如果能够生存的话 有一个典型的做法 就是寻找外国的庇护 例如在印度 他们就会寻找伊斯兰教或者基督教的庇护 因为这些强大的杨大人 是本国的官府 或者司法机构 所惹不起的 爪哇岛原有的印度教帝国 之所以迅速地伊斯兰化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本国的臣民 是很容易被人欺负的 但是 如果他们靠上了杨大人的靠山 靠上了一个伊斯兰教教长的话 这些教长所代表的团体 有阿拉伯的背景 或者印度的背景 本国的君主 经常是不敢惹他们的 结果 就产生了清朝末年 大家很熟悉的那种现象 被本国官府污蔑或者欺负的人 他们自然而然 就跑到传教士那里 变成教民了 不是因为宗教的原因 而是因为秩序的原因 然后官府就会发现 戏如教的臣民 我可以随便打 但是传教士的臣民 如果我打的话 说不定就要到总理衙门 去负责解释一下 弄得我很狼狈 结果自然而然的趋势就是 民 教之间 自然选择的趋势 是不利于民 而有利于教的 于世世代夫 包括革命的士大夫 和保守的士大夫 都一口同声地叫起来 这样下去 民皆为扬民和教民 我们就没有办法 进行有效管制了 教民处在有利地位 自然会越来越多 顺民处在不利地位 自然会越来越少 这是不行的 义和团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就只有闹革命了 总之 我们必须以人为手段 逆转自发秩序生长 所产生出来的结果 台湾的情况就是 台湾跟中国不一样 就是说 它是离不开洋大人的 它的官府 跟中国的官府 是不一样的 它没有大清帝国 和共产国际那种 我们就是要跟洋商人 斗在一起的巨大自信心 基本上 没有人敢于得罪洋大人 所以实际上是 比较成熟一点的 自发秩序 很容易利用洋大人 作为靠山 使自己获得得罪不起的地位 然后构成一种 事实上的多元仲裁体系 比如说 你要是欺负了 某一个寺院之类的 它是完全可以按照联合国 或者其他什么国际组织 保护宗教自由的规矩 到美国或者其他地方 去闹一闹的 而台湾的政府自己处在脆弱的状态 它是承受不起被闹的危险的 所以 它的边界条件 使它不大敢做这些事情 别的不说 就宗教这一项 就注定会产生出很多种 能够得到保护的仲裁体系 构成内外合力的压制 这其实是一个预值的问题 如果你是中国或者俄罗斯帝国 这样的统一大帝国 那么官府或者其他什么 拥护励志国家的力量 它们的合力和政治要求 是足以压倒汉奸 和洋务派之类的合力和政治要求的 但是在台湾 或者假如中国分成满洲国 和其他各小国 那么任何一个小国的精英阶级的力量 都不足以构成这样的合力 也就是说 它们吃亏吃不起 帝国吃亏是吃得起的 而台湾处在吃亏吃不起的地位上 所以它们的边界条件不一样 它是经受不起这种压力的 所以我认为台湾的司法体制是顶不住的 它必然会像是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司法体制这样 在涉及各种有可能引起国际纠纷 或者是有国际关系的案件当中 早晚会把其他的非官府的仲裁体系 容许和承认进去 像芬兰最近出了一个条款就是说 照沙里亚法 不算强奸的幼女结婚这件事情 芬兰法律不管 于是就引起了很多中国右派的疯狂攻击 说是欧洲要完了 欧洲要伊斯兰化了 但是这其实是一个习惯法的问题 芬兰人如果要让穆斯林的移民团体 在芬兰法庭受审的话 其实芬兰人要多花很多钱 如果按照他们的习惯法 自己管自己的话 那么又不花钱又不费力 那就随他们去吧 同婚这件事情是好是坏 反正后果是由你自己承担的 如果你娶了小女孩 而认为这样生下来的孩子是没问题的 你也可以这么干 反正倒霉的是你自己 又不是我们 这种情况其实非但不是基督教文明的衰弱 反倒是中世纪多元司法体制的正常状态 中世纪的法庭就是这样的 因俗而至 你是什么人 你就用你自己的法律好了 只有在你自己的成员认为 你自己的法律不能得到满意 像斯宾诺沙那种 我根本就不愿意做犹太人的情况下 统治者才会介入一下 这种介入就带有国际纠纷的性质了 所以司法是高度消极的 不赚钱的事情不干 法院本身就是一个私人企业 我开这个法院的目的是因为 我巴依老爷或者国王的法官德高望重 我希望利用我的德高望重来赚钱 别人不公道 我是公道的 别人的判决执行不了 我是执行得了的 但是我不是白杆的 请出钱 你给我钱了 我给你下判决 你不给钱的话 我凭什么要给你提供免费服务呢 你给我滚一边去 我要改革我的司法体系 目的是为了多赚钱 就像是我这个企业家改善售后服务 是为了从顾客手里赚到更多钱一样 不是为了伸张正义或者干别的 大家改良司法的动机 就是为了吸引同一批客户 如果普通法的法官发出的令状 特别迅速的话 那么我就从交汇法的法官那里 多赚了很多很多英镑过来 我要的就是这些英镑 我不是为了别的事情才干的 同样 欧洲穆斯林移民团体的沙利亚法 其实全是自治团体 如果他的沙利亚法执行不好 他的团体的成员探离了以后 他的收入就要相应减少 如果他派人去追杀 那是另外一回事 一般他还不敢这么做 但是即使是追杀 也是中世纪式的各种秩序竞争的一部分 你派人去追杀他 他投奔的那个新的司法团体 也会派人来打你 因为他要从那个人身上收钱 就要承担提供保护的义务 这样的包括武力竞争在内的各种竞争 正是中世纪秩序多元博弈的一个正常现象 相比之下 东亚和东南亚人 凡是受视大夫文化洗礼的地方 总的来说是温良公俭让得多了 他们的暴力倾向是很少很少的 他们的竞争烈度也是很低的 你只要把这种竞争开展起来的话 我认为以视大夫文化为核心 动不动就要以用宋朝的理由 来给马英九帕案的那批法官 是根本没有像沙利亚法法官那种 提着脑袋去扩大自己收入的巨大勇气的 士大夫阶级能够承担的风险值 是极低极低的 欧洲那些伯爵和国王的法官 比如说圣路易法官执行法律的前提就是 他们自己就是歧视 必要的时候 他做出了判决 他要批亏代假出去打仗 把自己的老命都打掉 伊斯兰教的那些沙利亚法官 也是经常要拼上自己的老命的 而是大夫出身的法官 是不会这样的 他们在自由秩序的竞争当中 是全靠国家权力的 所以他们必然是倾向于 消极地使用他们的权力 就像是国有企业的领导人 在推销货物的时候 态度必然比私营企业要消极得多一样 所以他们禁不住猎度很高的竞争 很快就会退下来 所以我认为 这其实不是一个重大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是重大问题是因为 就像很多台湾人认为 国民党是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党一样 其实国民党并不是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党 只是在台湾这个生态环境当中 是最有钱的 黑金最多的 也就是他们在他们所在的生态环境中 觉得这种力量像堡垒一样坚固 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的话 这个堡垒其实是纸糊的 非常脆弱的 如果你觉得 本土自发秩序的时间太短 积累不够的话 只要把外部秩序的力量引进来 做到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 比如说涉及日本技术 或者台日双重国籍 涉及台美之间 台湾和东南亚移民之间的问题 你很容易把国际化的因素引进来 轻而易举地戳破这个纸糊的盔甲 一戳破以后 本质上是消极保守的师大不文化 是缺少勇气和动机来收复师弟的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臭腾 》